她是韩国80后出身的知名演员 早些年她也称得上是花美男一个 现在的话可以说是帅气的大叔 出现在屏幕之前依旧是身材管理非常之棒 颜值在线 但是她却被韩国的网民们称为朱提男第一渣男 这是怎么回事呢 她是李东建 屏幕上是感情专一的深情男主 可是私下她却是一个一拍戏就谈恋爱 毫无空窗期的渣男 说起她的情史之前 先来一个重磅的消息 就是李东建近日宣布离婚了 和这个女演员赵伦熙结束不足三年的婚姻 协议离婚女儿抚养权是归赵伦熙的 知情人透露说 她们有很多的不同之处 经过了长时间的商议之后 最终做出了慎重的决定 回顾李东建的丰富情史 李东建第一位公开的女友是女演员金敏珍 她们在2002年共同合作拍摄的音乐剧 猜想反穿交鞋的理由 音剧生情总在了一起 可是啊在2003年的那个冬天 两个人以形成问题分手了 这是韩国明星情侣分手的雷打不动的理由 接着到了2004年 李东建和韩志慧拍摄了人气电视剧 朗朗鱼检察官 在韩国外人家叫做新娘18岁 但到了咱中国呢 新娘不可以18岁 所以就改了剧名 18岁的高中小太妹 遇到了28岁的高冷霸道警察官的桥段 当时呢是比较的新奇的 俩这部戏呢也收获了不少的关注 获得了粉丝的追捧 这一对荧幕CP啊也变成了现实 后来两个人还合作了电影 我的B型男友 当时怎么看都配一脸 这部作品之后啊 两个人选择了公开恋情 之后呢他们就开始了CP之路 C底下啊常常会被拍到一起出去玩 后来李东建还在公开平台上面发文说 如今啊在生活当中感到了 谁都弥补不了他的地位 如此深情的表白啊 本来觉得他们一定会走到最后的 可还是在时间面前低下了头 在2008年两个人四年的感情也走到了尽头 当时的原因呢也是非常普遍的 据少离多 分手的时候呢 韩志慧非常伤心 曾经多次落泪 后来2008年的3月 李东建的弟弟在澳洲流血的时候 和人发生了冲突 被杀身亡了 韩志慧不仅参加了葬礼 哭成了累人 还在网上留言鼓励李东建 说你要加油啊 是真的非常深情的爱过 所以才会如此吧 当然了 日子呢 还是要向前看的 2009年的时候 韩志慧交往了一个真正的检察官 叫做郑鹤 2010年两个人结婚了 之后韩志慧随丈夫移民了 李东建这边呢 当然也没有闲着 2009年的时候 他和车一连合作拍摄了明星的恋人 之后啊就又一次的英系生情 和车一连走到了一起 值得一提的是 两个人进组啊 不超过一个月就产生了感情 这是李东建入戏太深吗 但是这一次啊 李东建居然打死都不承认 更加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后来爆出他们分手的时候 李东建居然说 从来没有谈过恋爱 何来分手之说 而紧接着 李东建大叔啊 就很快就有了新的目标 那就是1993年出生的 女团人性爱豆 朴志岩 Tier的成员 在中国啊 也是有不少的粉丝的 2015年的5月份 李东建与志岩合作拍摄电影 戏后 当时呢被派到摸脸照 哎 这一下子公司就只能够承认了 说他们是恋爱关系 那个时候志岩才22岁 李东建比他大了整整13岁 李东建当时啊 还写了一封信 给志岩的粉丝 说他会好好的照顾志岩的 说这是他等待了很久 才等来的爱情 这封信啊 真的就是渣男的范本啊 等待了这么久 你明明就没有空窗期啊 而且哪里来的 这个什么慢慢熟悉起来的呀 不过呢 这段感情呢 也没有保持很久 在2017年2月2号的时候 李东建通过公司宣布了分手 很快呢 我们的李东建大叔 就在2月份被拍到了 与这个李远元赵应熙约会的画面 也就是今天和他离婚的前妻 经纪公司啊 也只好承认了 他们正在恋爱当中 估计啊 经纪公司也是要被烦死了 天天都要发声明 一开始啊 公司只是说 两个人刚刚开始交往 还不着急的谈婚论嫁 结果5月2号 李东建就和赵应熙就宣布 要结婚了 原因就是有孩子了 本来是一个浪子回头 经不换的故事 当时当时啊 一边倒的都是骂成 因为时间线实在是不清晰 被网友说是劈腿惯犯 婚后呢 两个人还上过综艺 妻子赵应熙 参加过节目的时候呢 曾经吐槽过丈夫说 李东建是一个 没有什么情调的人 在二人的第一次结婚纪念日 他没有任何表示 也就算了 晚餐还点了猪蹄来打发 让妻子是十分的失望呀 但这件事情呢 李东建也有苦衷的 他说他在结婚纪念日的前几天 就已经是体力透支了 熬了几个晚上的拍摄 让他精神疲惫到了极点 正好呢 结婚纪念日的那一天 他休息 妻子就以为说 他是专门请假的 其实啊 他根本就是忘了这回事 只是当做普通的休息日 所以啊 结婚纪念日这一天 他就跟平时一样过了 然后包括这个晚餐的时候呢 不想出去吃 然后外卖就点了猪蹄 直到大晚上呢 听见这个赵映希 偷偷的抽气 哎 他才想了起来 原来 这个是结婚纪念日啊 或许啊 两个人之间 早就已经出现问题了 直到今天才决定分开的 不知道下一段李东健被拍 会是什么时候呢